让我回去 让我回去 我要杀了他 让我回去 你让我回去 你冷静一点 我要杀了他 冷静 我要杀了他 出白 我要杀了他 你冷静一点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冷静 放开我 我要杀了他 你冷静一点 宋白 我冷静不了 我心好痛 不想让我这么一周万 扣着你 就冷静一点 我 你冷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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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枪下心 这些空气 我不要再疼 我知道你能控制自己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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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辞职 我要离开麦谷 我要离开你们 所有的人 你想想 你觉得现在辞职 是个好主意吗 你这么辛苦 在许怜双眼镜中 你怎么对她解释你的立志 我军麦谷正为了你 你是我的篮球一号 现在我追到你了 为什么我不能走 你离职就离职 我才烂得缠了你 但麻辣他来问我 我会实话实说 苏玛来迈谷的原因 就是为了艾莱克斯 他才是真正的篮球一号 现在他被你抢走了 苏玛自然也离开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他 艾莱克斯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当时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 我当时做错了什么事 要坐飞机坐了十几个小时 来美国看我 艾莱克斯 带了一夜就醉 我不明白 这不是谈恋爱吗 为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 难道是我会错意了吗 是我一厢情愿 难道是我自作妥卿 难道是我一厢情愿 为什么是晚安的 你告诉我 为什么是晚安的 好痛 一定是我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事情 老天爷要这样惩罚我不是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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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喝水吗 不要 怎么大家老爱问伤心的人 要不要喝水 是可以补充流失的眼泪吗 很好 你的逻辑回来了 我不能伤害麻辣糖 可我也不能停止爱松衣 可是艾莱克斯没有选择你 对不起 但这是事实 他不要你 你说 他们现在 会不会也像我 在讨论我 在讨论着我们 毕竟 现在 对他们来说 你是我的男朋友了 他们不会有这个闲性讨论别人 不管是你 还是你和我 他们是情侣快乐的一端 热恋中的情侣世纪里 让我们下第三个人 对不起 但我必须要告诉你 但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去洗霸凌 我去洗霸凌 对不起 漫漫 他就是我的男朋友 宋蜜 你好 宋蜜 你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 你干什么 他们 我不要了 现在我可以睡觉了吗 我好累 好累 好累 好好睡觉 我去住东西给你吃 我去住东西给你吃 我好累 这 我好累 我来 我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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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成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还好吗 你觉得呢 我 我 那你好吗 你要是好 就不必理会他的死活 你要是不好 也是活该 他刚睡下 不要打扰他 阿里克斯 我警告你 前之前你选择什么都不说 就抛弃他 现在你也不必急着表现你的怜悯 你站在这儿 对他都是打扰我 我建议你最好走开 否则我不建议再跟你打胜一架 来了来了 我来好了 好 好的小姐 李宗盛 你才来呀 快点进来进来 走吧 伯父伯母没在家 我爸去公司了 我妈决定代表家长先会会你 来 给我吧 你紧张啊 看你紧张成这个样子 都快成一家人了 还紧张 不紧张 客人来了 连双这孩子也真是的 昨天也不打招呼 说今天有朋友要来 家里都没收拾 怠慢 伯母 唐突拜访 打扰了 怎么是你 妈 你们认识啊 我们不认识 只是看着有亲戚感 原来你大部分美丽 都是原子妈妈 这女婿嘴真甜 妈 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 宋益 我的男朋友 妈 人家还给你带了东西呢 伯母 昨天 我才和连双决定上门拜访 时间有些仓促 一点小小的心意 希望你能缴纳 妈 您可别小看这些东西 可是宋益一大早就跑出去 一件一件精心挑选回来的 让你费心了 老岳母和准女婿 一个比一个客气 妈 我今天特别高兴 因为全世界最爱我的两个人 就在我身边 伯母 希望以后能有机会 照顾你们二老 还有连双 呦 现在就表中心了 妈 你答应喽 你说什么 宋益进咱们家门了 还是连双 连双的男朋友 千算万算 怎么也算不到 他竟然是这样进咱们家的门的 连双是怎么跟他认识的呀 我哪知道啊 连双跟我这儿 一口一个准女婿准女婿的介绍着 那你说我还能当着女儿的面 把它轰出去啊 作孽啊 作孽啊 老天爷为什么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呢 我们许家 到底是怎么得罪那个宋益了 仲敬啊 你得赶紧想想办法呀 这万一哪天 连双先斩后奏 把结婚证领回来 那可怎么办呢 休想 只要我许仲敬还有一口气 他就休想进我许家的门 不服 你别笑我伯伯 我承担不起 你应该知道 我来找你干什么 是跟我东北拜访有关吗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管你采用什么方式认识了我女儿 又采用了什么手段 博得她的信任 但是 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 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马上离开她 比我们许家越远越好 对不起 我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过去曾经做过什么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所以 我们许家的大门 永远不会向你敞开的 那我也只好说清楚 我还是会和连双在一起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先上去了 改任我的门被罚 远说 走 我才能让你抵抢我 我会被你抵抢我 对我 你在连双的目标 我鸟呢 到我没有连双的目标 尽尽杀绝 宋义 我的男朋友 爸 人家还给你带了东西呢 伯母 昨天 我才和连双决定上门拜访 时间有些仓促 一点小小的心意 希望你能敲纳 爸 您可别小看这些东西 可是宋义一大早就跑出去 一件一件精心挑选回来的 让你费心了 老岳母和准女婿 一个比一个客气 妈 我今天特别高兴 因为全世界最爱我的两个人 就在我身边 伯母 希望以后能有机会 照顾你们二老 还有连双 现在就表忠心了 妈 你答应咯 嗯 你说什么 宋义进咱们家门了 还是连双 连双的男朋友 千算万算 怎么也算不到 他竟然是这样进咱们家的门的 连双是怎么跟他认识的呀 我哪知道啊 连双跟我这儿 一口一个准女婿准女婿的介绍着 那你说我还能当着女儿的面 把她轰出去啊 作孽啊 老天爷为什么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呢 我们许家到底是怎么得罪那个宋义了 仲敬啊 你得赶紧想想办法呀 这万一哪天 连双先斩后奏 把结婚证领回来 那可怎么办呢 休想 只要我许仲敬还有一口气 他就休想进我许家的门 哎 不负 你别叫我伯父 我承担不起 你应该知道 我来找你干什么 是跟我东北拜访有关吗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管你采用什么方式认识了我女儿 又采用了什么手段 博得她的信任 但是 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 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马上离开她 没有我们许家越远越好 对不起 我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过去曾经做过什么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所以 我们许家的大门 永远不会向你敞开的 那我也只好说清楚 我还是会和脸双在一起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先上去了 该入我的门备房 该入我的门备房 许总 对宋毅咱们该怎么办 不是我不给他留活路 是他自己有路不走 您的意思是 您的意思是 在上海 被他赶尽杀绝 是 知道了 走 许总 我 我 不瞒您说 我是喝咖啡的人不懂茶 这师封龙井 是我一个朋友送的 据说是非常地道 您大驾光临 帮我见试见试 嗯 不错 不错 你这个朋友很用心哪 这师封龙井味道确实不错 嗯 麦克先生 我今天到你们卖谷 是来看一看 任人路 顺便呢 跟陆总 谈谈下面合作的事情 哦 没问题 不过不凑巧 陆总出差了 您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具体是他操作 那是大方向 还是我来把握 那我是不是能先了解一下 贵公司 投资部的人是架构啊 嗯 许总的意思是 我听说 那个叫宋毅的 是你们投资部的一个总监 哦 他在华尔街拼杀多年 是一个有经验的投手 我不愿意见到这个人 跟我们许氏集团 有任何业务相关的事情 更不愿意听到 宋毅这个名字 我不明白徐总的意思 这个人 跟我许仲敬过不去 麦克先生 我可以明确地表态 只要这个人出现 我们的合作将会终止 对不起 对不起 徐总 我不知道你跟宋毅之间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保证 我们卖股 一向都是以客户为先 整句好啊 麦克先生 谢谢你的理解 你们卖股人才济济 我相信我和陆总的合作 一定会非常愉快 一定会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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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来 子曼 起来坐一会儿 吃饱了再睡 送吧 起来坐一会儿 吃饱了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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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 吃饱了再睡 这位 就会有点 要睡 不再睡 夏云 艾利克斯 你找我有事吗 进来一下 怎么我的电脑密码 登陆不进去呢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的事 不是 那个 我马上就不是您这个组的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刚刚 我现在被调到陆总那个组了 那么我的密码都录不进去 还有住自杀这些 都和这个有关吗 要不你去问一下总裁 马克 为什么我的人无缘无故被调走 我的电脑也进不去 到底出了什么事 请坐 你坐下我跟你解释吗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和许氏企业的合作计划 发觉呢 我们的人员配置已经相当到位 我们的计划 也做得非常详尽 当然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和立成在同一个小组 我发觉有点浪费人才 而且毕山容不下二户 你们两个都是有风格 有想法的投手 放在一个项目组里 未免会影响各自的发挥 所以我安排你 去跟金西有机农场的案子 给你一个独立发挥的空间 像你这样的人才 本来就不应该做别人的副手了 对不对 金西有机农场 在我进公司之前 就已经搁置了 而且我进公司的时候也研究过 失败的投资 根本没有什么发展可言 我记得当时你也同意我的观点 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 一直非常重视 相关的法律法规会越来越严格 这个项目还是大有口味的 迈克 你明知道这个项目 根本没有什么前途 甚至没有什么工作量可言 你把它交给我 不等于让我休假白纳工资吗 你最近气色不太好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你可以考虑歇个大假 带新的 真的只是让我休假了 艾雷克斯 我告诉你 这是美国总部的决定 我只能跟你说这些 你先别急着下决定 考虑几天再说 您那好 喂 是我呀 你和曼曼在一起吗 你们在哪里呀 在外面呢 在一起 怎么我打曼曼那么多次电话 她都不接啊 你们昨晚是不是很忙啊 苏曼在发烧 我们在医院 啊 好好的怎么会发烧了 昨天晚上穿少了又喝多了 又吹风所以发烧了 不严重 放心 我过去 不必了 她还在睡觉呢 哎呀 这才几天呢 就把我慢慢给管起来了 我又不是外人 在哪个医院 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宋毅 你怎么了 怎么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没有啊 最近公司有点忙 怎么了 找我有事啊 没什么事 苏曼病了 高烧住院 咱们俩去看看她吧 病了 嗯 严重吗 所以我才说要去看她呀 陆立成在电话里说 她昨晚喝多了 又吹了风 她正守着呢 她没来上班 你不知道啊 没留意 你们都是同一个公司的 苏曼病了你不知道 陆立成没来上班 你也不知道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们啊 咱们俩一起去 哎 严重 嗯 我就不去了 你去吧 今天 消假才刚刚上班 一会儿还要见一个客户呢 苏曼是我最好的朋友加姐妹 再说也是昨天晚上喝出来的毛病 怎么说也是咱们俩招待出来的 你好意思不去吗 还是你一个人去吧 你代表我们两个 好不好 不好 你跟我一起去嘛 我本来就最讨厌医院这种地方 你陪我一起去吧 我就不信 你们公司离了你 就不转了 走不走吧 客户感情再见 别说 别说 上车了 我 苏曼 我知道你醒了 马拉塔和松毅想过来看你 要不要见他们 我在这里 不用怕 要面对的 始终躲不了 来 曼曼 曼曼 今晚 再来 你 马拉塔 刚才真被你吓坏了 路里城说你发烧 怎么好端端的会突然病了呢 我们来了又不让我们进 你没事吧 没事 她还笑着呢 我带宋姨一起来看你 她听说 你昨晚发烧病了 心里内疚着呢 是吗 我没事 真的 谁是苏曼家属 我 什么事 是这样的 报言报告已经出来了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只要好好休养几天就可以了 麻烦你现在去跟我办一下手续好吗 好 我马上就回来 你好好的 你好好的 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啊 我们漫漫终于有被人管得 服服提提的一天了 她刚才说 她刚才说她是你家属哎 怎么我生病 你看起来这么开心啊 不值得开心吗 你这么一病啊 你的篮球一号 人前马后的服侍你 这么一来啊 她对你的态度不是很清楚了吗 我看你 大可以好好的在这儿休息几天 好好的享受享受 是啊 我真想再烧个几天 把过去的回忆都给烧掉 烧到时间都停止 然后我就可以什么都不管 什么也不取向 说起来 只要感谢你的苹果呢 我去拿的时候 才碰到我们宋艺 那天哪 我一定是很疯狂 我想她一定是被吓坏了 本来她都坐上出租车要走了 我突然冲了过去拦在车前 她和那个司机被我吓了一大跳 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这些事情 你不是都已经跟我说过了吗 人家开心吗 就想再跟你重温分享一下 麻烦照顾好苹曼 那天晚上你跟我讲权利 我现在想问你 你有什么权利来这样关心她 苏曼好不好 已经不管你的事了 她今后的痛苦快了 你都没有权利再过分 你最好明白这一点 还有 你也不必拜托我去照顾苏曼 苏曼是个很独立的人 她是我见过最勇敢坚强的 她不需要别人的怜悯 哪怕是我 她更不需要一个抛弃她的人 去拜托别人去照顾她 这样对她是侮辱 你这种廉价的内疚和牵挂 最好什么什么 你说得对 我当然说得对 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是你该做的 麻烈汤是她最好的朋友 而名义上你还是苏曼的上司 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的是 苏曼选择沉默 是很高贵的剧图 所以我警告你 配合你 控制你自己 你可以高高兴兴地 陪着你的许大小姐 但不要在苏曼面前 时时流露你的痛苦和无奈 你这是在折磨的 更不要在麻烈汤面前 搂出任何麻酒 不要毁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还有 当苏曼回国神来以后 点滴滴 肯定会被她拿来放大研究 她心底干净 她会为你找理由也很难说 如果你真的想对她好 你告诉她 你什么都给不了她 你根本就没有爱过她 为什么要对她那么狠 你是说我还是说你自己 只要是正确的选择 我不介意狠一点 替她一次作怪 所以 软弱的人 速恶最深 这就还是对你最好的评价 如果你心里 对苏曼还存有那么一点点的内疚 和温柔 那么你帮忙忙 恨一下心 让她死心 好 我是为了苏曼 很好 我也是为了苏曼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我知道了 你跑哪儿去了 我和曼曼说话 一眨眼的功夫你就不见了 你们两个女孩子在这聊天 我留在这干嘛 刚才我在门口和陆总说话 真是的 你这个来看病人的 老躲在外面算什么 好了 我没事了 你们回去吧 我有路历程就够了 嗯 明白 我们走 有路历程就够了 你好好的 嗯 我们走了走了 拜拜 你们好好的哦 走吧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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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也看到了 我还能跟他们开玩笑 跟他们道别 我好好的 是 很不错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我不错 那 你要给我什么奖励 说吧 想要什么奖励 我想离开医院 我从来 没有这么讨厌过一个房间 好 然后去哪里 是 你怎么都不吃啊 少废话了 吃你的 优着点 失恋报复社会也不能这样 嗯 昨天才刚吐过 今天打完抗生素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没脑子 你不侮辱我 你会死啊 我现在还活着 对啊 我真是个笨蛋 我连这个都没有想到 我连这个都没有想到 在公共场合哭了 影响别人食欲的 乖 咱们回下过 饱了 饱了 结账 浪费这么多 这你就不懂了 这叫做吃一看三的洗面 我们穷人虽然吃不起细餐 但这点讲究还是有的 能贫嘴了 不错 说 说吧 想说什么说什么 你什么时候知道 宋医 跟麻辣汤 好上你 在你还没有回来 还在美国的时候 我无意间碰到你 那 宋医他飞到美国去看我 是在 是在你们迅速热恋的时候 最后 我看到他和麻辣汤在一起 你一个礼拜后回来 他再次出现 然后就是你们一起吃饭 啊 我明天就到公司辞职 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再赶我 我明天就到公司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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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觉得 我为什么会不赞职 苏曼 我觉得你适合这个行业 我认为你适合这个公司 我认为你适合这个公司 你为了一个男人 一个幻想来的迈过 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 不过比这更蠢的 就是你甘心承认自己的失败 甘心躲起来不见人 灰溜溜地离开 可是我干嘛每天要见到他 来伤害我自己 因为真正失败的是宋医 他辜负了你 他对不起你 应该羞愧离开的 是他而不是你 难道就为了这样这一口气 你不妨自欺地想一想 自从你来到迈谷以后 你的欢乐 有多少是来自于他 又有多少是来自于你的工作 你和这边的同事 你的成绩 你的挫折 디자人 而宋医 到底在你这段生命里面 占了多大的位置 难道你就不能 或者说没有能力 去面对一个没有他的人生 我知道 十年 十年暗恋了 但人是需要成长的 现在就是你要成长的时候 你回头想想 这十年 你对她的爱 跟你们所谓这一个周末的相爱 到底有多少是幻想 有多少是经得起挫折 和分离的爱 辜负你的人 自然会有她的情 但你要考虑清楚 如果你确定 离开迈谷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不留你 走吧 咱们回家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多喝开水 按时吃药 苹果放着一会儿再吃 现在太凉了 我煮了白粥 饿了就可以吃了 但我不建议你吃什么别的东西 你刚吃的太多太油腻了 应该饿两顿 我走了 你自己可以吗 不可以 很恐惧 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这切都是真的 但我不能永远留着你 会好的 现在痛苦是灭不了 但一定会好的 因为你是最勇敢的苏曼 会好吗 我真的会好吗 一定会好的 虽然这样的日子恐怕不会短 而且很抱歉 就算我想帮你 最痛苦的时候 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一个人去承受 这些都只能靠你一个人 没有任何人可以安慰你 你必须自己撑过去 你必须自己撑过去 还有件事 你的篮球 照片 凡是和它有关系的东西 我都收在一个袋子里了 你可以把它藏在衣柜里 或者是重新摆出来 甚至全部丢掉 你自己选择 我现在必须回去了 还有加班 但你有一个礼拜的特别待会 你可以耍赖 也可以补奖礼 也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以后 你要重新出现 上班 想 知道吗 少帅 你又来训练我了 对 你要好好的 知道吗 如此 谢谢 我 我知道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直都跟在你的后面 你喜欢什么我就跟着喜欢什么 就算你知道你根本不认识我 我还这样小心翼翼地讨好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 你知道这多伤我的心吗 我好痛啊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是那么好的路子的 那么美好的一个晚上 你还记得吗 你怎么可以转身就忘掉 你怎么可以转身就忘掉 为什么是马拉当 你知道马拉当是谁吗 她是我最好的姐妹 最好的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爱爱我对不对 我从你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你还是爱我的 你回来 我们把这一切都忘掉 我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好不好 我知道你一定爱我 你还爱我的对不对 我那么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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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是来过好不好 你回来 我好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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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宋依啊 要去旅行 你们好好玩 宋依到底 有什么好的 你就一点都不恨 我希望你马上去 你跟我女儿认识 并且在短时间内 要把动她的放心 如果将来有谁 能给我女儿带来幸福 我可以把许氏集团做为嫁妆 在短时间里人类的地方 我还是要遇到我的东西 都不得找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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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